这是张中水仙 十月份了又可以中水仙了 一般我们买到的种球都是带着干皮的 这种种球收到以后 要把它的干皮全部包干净 一点不要保留 底部的跟盘有发黑的位置 然后用手柜给它扣干净 或者找个锋利的小刀给它削一下 削平整就行了 但是尽量的不要伤害根系 然后找点多准泥 把它放到里边浸泡半个小时 之后拿出来就可以水培了 水培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不透水的容器 然后在里边加上水 然后把种球均匀的摆放到里边 之后它底部就会快速的长出根来 根系长好了 顶部就会冒叶子 这个牙子长出来以后 如果整个球挤得很厉害 可以用小刀将它的种球外表皮给它划一下 让它种球裂开 让它牙子能够充分的长出来 之后水稍微少了以后就给它加 一般它的种球没过来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不要加水太多 把它放到一个见光的位置 保持温度不要太高 这样它就能够正常生长 如果说现在种的话 一般在过年左右就能够开花了 喜欢养种球的可以选择一下水仙 水仙花开花非常的漂亮 开花的时候非常的香 它是每年都必须种的一款植物 我也是每年给大家说 如果你喜欢种的话 现在去买种球 然后处理一下种 如果说你那边温度相对比较高的话 可以买到以后放上半个月到一个月 然后再去栽种 种上的话不到两个月左右 就能够直接开花了 赏花文花香 过年期间非常的漂亮 喜欢入手一下吧 拿